原标题 揭秘宛南事变唯一帅部突围的开国上将是谁? 傅秋涛 相恶干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宛南事变中 他与右倾路线做了坚决斗争 帅部与鸡浴血奋战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组织部队分散突出重围 保存了新四军的骨干力量 傅秋涛是解放军志勇双全的将领之一 宛南事变中 傅秋涛任新四军移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中 他是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最高军事指挥官 战场联络中断 像是兵家征战之大计 而腹部突围成功 恰恰是因为战场联络中断 宛南事变 是解放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冻创 组织上蒙述重大损失的事件 新四军宛南部队惨遭覆 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 副军长相应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 二纵队 三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 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 他所指挥的 一纵队的干部战士 也突围出来约一千人 战权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宛南事变前 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 并行开拔北上 傅秋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一纵队 为左路纵队 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二纵队 为中路纵队 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三纵队 为右路纵队 军部机关极客直属队 教导纵队随二纵队行动 共计九千余人 行军路线围绕的茂林 由三溪、京德、宁国、郎西奔苏南 然后北上 事实证明 由于叶挺与向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 中路纵队、右路纵队 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 战机一时在时的危局 中路、右路纵队的团椅上 指挥员各个身先士卒 冲杀在前 但伤亡惨重 只有左路纵队 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 干部牺牲叫少 傅秋涛的一纵队 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 在宛南事变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 因电台被毁 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十字 岂能够独立行动 处身于义 像矛盾漩涡和向英的错误指挥之外 这是腹部胜利突围的关键所在 在建国后 傅秋涛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 动员部部长 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因此 他也是湾南事变中 唯一率过突围的上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